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貼身秘書橘子 被視為了解課案的關鍵拼圖 但遲遲沒有歸國 下一步可不可能繼續逃往第三國 這次評論員吳靖怡有最新的分析 我很難理解 那所以剛好因為我很早之前 我自己使用的冷錢包就是卡片型 所以這絕對不是一張普通的卡片 這個卡片的背面它有一個小的螢幕 甚至有晶片 它還有藍芽的功能 那在這個金美的盒子裡面 也專門提醒了使用用戶 要把這些密碼記錄在密碼卡上 避免你的卡片搞丟之後 至少你還有密碼卡 那如果我們從媒體的消息 可以看得出來 檢調目前是沒有它的PIN碼 也沒有它的密碼 那如果柯文哲真的只是把它當成 是悠遊卡一樣的贈品的話 那表示這張卡片 一定是完全沒有使用過 我相信檢調不會這麼困難 另外如果柯文哲沒有使用過的話密碼卡也在 如果他只是試著好玩的話 那密碼卡一樣也在 所以現在就是說就很好奇 這個金美盒子裡面本來附的密碼卡 到底跑去哪裡了 造成檢調破案的困擾 那我認為柯文哲要還自己清白很簡單嘛 就把這個密碼告訴檢調 打開證明裡面沒東西 那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即使裡面有東西啦 譬如說會有一些所謂加密貨幣或虛擬資產 那打開之後因為都有這個所謂每一個人都有記錄的Token 還有所謂這個交易的資料 那如果跟金華城或者是跟洗錢 或者是其他圖利貪污無關的話 那其實更容易還自己清白 所以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柯文哲不願意還自己的清白 而才XX 那另外為什麼在柯文哲即將可能被起訴或延壓的狀況下 陳志涵才願意承認有這個人錢包的存在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陳志涵你覺得這個廠商有可能會送這種禮品嗎 另外就是說這個密碼卡 會不會有可能是跟著他身邊的人出國了 所以現在掌握不到 我必須講其實這個廠商是台灣之光啦 他本人也是這個之前流行元宇宙NFT 這個虛擬資產的時候 本人也是有投資雖然變壁紙 那為什麼我會用呢 因為國際上非常多人都是用這個牌子的 而且他很方便 另外我也是看了這個余文樂的推薦 所以我也使用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台灣之光 那廠商會不會拿來贈送 或許也有可能 但不可能到處贈送 因為他的成本相當的高 而且他也是算是一個這個科技的技術產品 絕對不是像Yoyo卡這樣子而已 對 好那你現在想看這個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跟你講吼 這是金美的盒子好不好 志涵是不是這一款 還是因為你不是核心 所以你沒有 好那我打開這個金美的盒子 那基本上我要跟大家講啊 這是我跟我朋友借全新的 他還沒用 因為他還不會用 但我的用過了 不方便給大家看 基本上一定會有這樣的卡片 拿出來就是這個卡片 那我們一看這個封面不是波多葉 就是一個卡片 那這上面寫的就是Qual Wallet 它有S版本或Pro版本 那我們翻在背面 跟大家看到背面 那我說他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悠悠卡 你從背面就可以看到 他裡面有晶片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按鈕 按下去 然後他的螢幕就會散 他會寫Hello 沒有 他會跟你打招呼 然後跟你說 Please Prepare 就是請連接 那他連接哪裡 就是連接手機APP 那目前我是覺得 柯文哲的手機也被掌握了 所以搞不好 柯文哲的手機裡面也有這個APP 有錢包的APP 好 那連接了之後呢 其實大家來看 我說的密碼卡就是這個 這金美的盒子 它完整的話應該是這樣 大家就看到了 剛剛我卡片拿出來 裡面會有這個 告訴你怎麼設定 那其實還有這張最重要的 就是Recovery Seed Card 就是說 他希望你把這些種子 記錄在這個卡片上 避免你的這個卡片 如果搞丟的話 還可以來使用 好 那我們看到 這就是有1到24個欄位 那每一個欄位會有5個數字 那就是這張卡 那我說真的 如果你柯文哲只是簡單的 適用的話 那這張卡一定會在 還在你房間或在你身邊嘛 那如果你只是一個廠商贈送的東西 擺在那邊都沒有用 像夜遊卡的話 那一定很完整都會放在這盒子裡面 那另外的話我覺得 陳佩琪可能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隨身碟還是夜遊卡 然後他還是有一個充電的這個插槽 然後我跟大家講 就是他是這樣 他就是可以這樣子插下去 對吧 然後接剛剛的USB 他就可以充電 所以其實他不是一般的悠遊卡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陳正恩特別要跟大家說 這是普通的像一張悠遊卡 那因為他是軍用規格 我跟大家講 裡面確實就是有晶片 那又有按鈕 那他是軍用的規格 所以他藍牙也是軍用的 剛跟大家講說他要連接 好 那他要連接什麼呢 他就是連接APP 我跟大家講沒錢啦 我賠很多錢啦 不要以為我很有錢 好 對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現在政治評論員吳靜穎 他正在拆商的就是精美的盒子 他甚至是喊話說 到底柯文哲你使用的 是不是這樣子一個冷錢包 如果有的話 裡面的這張密碼卡 到底在哪裡 不可能憑空的消失 希望他如果是清白的 趕快出來自己來證明 而說到角子徐子瑜 他被視為是精華塵案的關鍵角色 那他到底人在哪 大家知道他在日本 在日本的哪裡呢 北市議員洪正義就爆料說 他有朋友在日本大阪看過他 想拿起手機拍照 橘子馬上戴上口罩就快閃 三類新聞獨家訪問到是橘子的父親 他低調地表示說兩個人其實很久都沒有聯絡了 關於橘子的消息都是透過媒體得知 上一次見面是除夕一起吃粉 金華塵案中的關鍵角色橘子徐子瑜 傳出人就在日本遲遲沒有回到台灣 不過根據三類新聞獨家掌握 橘子的爸爸其實就在新北市當醫生 只是根據他的說法 有關於女兒的消息都是從電視上才知道 提到女兒橘子爸爸相當警惕強調兩人許久沒聯絡 最後一次見面已經是半年前 橘子爸爸強調對女兒工作內容並不清楚 但據瞭解橘子身為柯文哲貼身幕僚 納選後卻顯少跟在柯文哲身邊 偶爾才進台坡大樓 四月後更是再也沒現身 傳出他以留學名義滯留日本關係地區 北市元宏建議爆料朋友曾在大阪看到橘子身影 被視為精華城案最關鍵拼圖橘子許齒瑜 從證人變被告行蹤成迷 就連父親也跟他失聯 檢方是否對他發布通緝 還是橘子會自動歸案 牽動案情後續發展 三類新聞江文賢 潘瑋翔 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金華城容金綠的建議 台北市議會協商決議 如果沒有公安疑慮的話 金華城應該立即停工 而北市府找來了四大工會 以及是鼎月來開會討論 記者認為金華城必須蓋完一樓的樓板 B1還有B2才不會對旁邊的台鐵高鐵 15米的臨房產生問題 而李四川也提出解方 呼籲點閱自己要變更設計 拿掉有爭議的20%的容積獎率 金華城容積率突立爭議 台北市議會23號協商決議 見請市府若無公安疑慮 金華城應立即停工 一定要把一樓板整個做完 還有B1跟B2一定要完成 大概才不會對旁邊的台鐵 或是高鐵 還有鄰近15米的鄰網產生問題 北市府在24號下午 找土木結構建築技師四大工會 以及鼎月公司開會討論 北市府稱專家一致認同 必須蓋完一樓樓板 才不會影響周圍公安 而北市府也提出建議 金華城容積率從百分之五百六 提高到百分之八百四 其中包含百分之三十容積移轉 以及聚爭議的科市府 自創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 換算下來大約是五千五百八十五平 樓地板面積 若少掉百分之二十 新化城容積率將剩下百分之七百二十八 樓高也將從十九樓 減少到約十六樓左右 堅持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 恐怕會導致金華城停工陷入賣場 司法程序 頂月一念之間將決定金華廣場命運 好 最消息 見面金華城案進入關鍵週了 北檢今天在提訓一個人 拼駕壓起滿起訴 柯文哲相親交給湘芸 好 就在您關心金華城變案目前的最新進度 今天呢 北院呢是預計下午兩點半要來開這個 益小微助理吳順明的停駕停 而吳順明呢也預計在中午的時候 將會先搭北院的囚車來抵達 不過呢整個期限的包含呢 在週三的時候是先開了這個 省慶晶的延 延延停 週四呢 則是益小微的延延停 不過當時省慶晶開停就開了三個多小時 而益小微在昨天的時候呢 則是開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左右就結束了 那麼呢這三個人的裁定結果呢 北院呢預計很有可能在下週一 也就是十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就會來公佈這個結果 那麼今天呢不僅是北院呢 在下午要來開吳順明的這個停駕停的部分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呢 北檢呢也是再度有要來提訓相關的被告 那目前呢我們得到消息 上午呢一次就是要來提訓朱雅虎 那這也是朱雅虎第四度來遭到這個檢方來提訓 好其實呢整個精華成變到目前為止呢 已經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了 檢方呢是率先第一批來申請延壓這個省慶晶跟這個 益小微那據傳呢益小微在昨天開庭的時候呢 似乎呢還是不願意有要來認罪的部分呢 也因此呢當初呢檢方在申請延壓的理由呢 是認為他還有可能會有勾串的疑慮 所以才會來申請延壓 現在呢外界也都在彩測說呢 這個省慶晶跟應小微他們兩個人被申請延壓了 那麼檢方下一步是不是會要再來申請這個延壓科文哲 或者是彭政生呢 好那麼其實今天呢也是10月25號正式彭政生的生日 會不會下午呢檢方要來再來提訓他問清楚呢 因為其實呢這幾次呢 包含檢方在提訓相關被告的時候呢 彭政生呢是目前為止被提訓最多次的一位 那麼當然呢持續起來提訓彭政生呢 很有可能就是要針對當初這個容積獎率 要來持續的來做釐清 那麼稍後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也會持續來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主播